聯合國國際居住權專家來到高雄市拉瓦克部落 仔細了解居民目前面臨處境 由於高雄市政府月前發出公文告知居民 若1月15號前不接受市府安置方案 將市同放棄提供社會住宅 優先承租權和租金補貼方案 租人認為是逼迫他們搬遷 市政府說出然後那天如果不簽的話 就不會了吧 立委提到沒有選項的安置方案就是破簽 希望市政府能重新思考 不過高雄市政府圓民會回應 104年11月跟拉瓦克住戶達成集體安置共識 全體住戶也都簽署同意書 安置地點台電宿舍也在106年6月修繕完工 租人卻遲遲沒有搬遷 政府因此才要定期限並非破簽 一直都閒置在那邊 我們同樣也面對我們自己的其他 在高雄市的原住民的族人 質疑我們說 他們既然不要住 為什麼你這個房子不釋放出來 讓我們同樣也有需要的人來住 雖然必須要有一個時間點 我們不能讓這個房子一直閒置下去 所以我們才會設定這樣的時間點 沒有要強迫的意思 你要仔細聽我們的心裡的那個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我就是不要走 國際居住權專家強調 總統蔡英文已經同意執行兩公約結論建議 履行台灣國際義務 並呼籲高雄市長陳菊 依照兩公約及聯合國千里準則 來執行拉瓦克部落議題 希望市府能和族人做好溝通 避免破千事件發生 不過高雄市政府回應 印度式計畫這塊土地 無法再作為住宅 違建需拆除 市府十年來 兩次規劃安置社會住宅 讓族人搬遷 但原先同意遷走的族人 最後卻反悔 又跑回拉瓦克 但強調未來會依照兩公約 持續跟拉瓦克部落居民協商 記者哥省高雄前鎮採訪報導